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的晚会也不例外 半个月前登上春晚的嘉宾 也会继续登陆元宵晚会 通过路透发现 周深已经确定加盟 继续演唱歌曲 周深作为央视认可的年轻歌手 数次与央视合作 数次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 一味不容小觑 和春晚一样 央视元宵晚会一样采取主会场和分会场相结合的模式 主会场和分会场 一共会有八位主持人出镜 央视春晚上 央视主会场的撒贝宁和湖南长沙分会场的何炯连线 让不少网友泪奔 这两位曾在其他综艺有过互动 他俩已经多年未同框过 撒贝宁何炯在央视春晚同框 央视真的很懂 可能也是为了延续观众在春晚的感动 根据相关的路透 何炯将会和撒贝宁出现在元宵晚会的北京主会场 两人同框主持节目 如果真的是这样 肯定会上热搜 何炯还是湖南卫视元宵喜乐会的主持人 这个元宵节 何炯估计会很忙 何央视春晚一样 元宵晚会也会进行多轮彩排 何春晚不一样 元宵晚会大多是歌舞节目 语言类节目占比很少 从路透来看 毛不一目前正在参加元宵晚会彩排 知情人士透露 毛不一可能会和善依纯合唱 《两大天籁之音》的合作 这个节目还是很值得期待 2024龙年春晚 毛不一先唱《如果要写年》 歌词如此细腻 而且很感动人心 不得不说 毛不一的每一首新歌都会带来很多惊喜 善依纯合作《海来阿牧的如果见一面》 是春晚歌曲类节目收拾第一名 歌词深情 唱得也很有感情 善依纯合毛不一的碰撞 还是让人很期待的 汪素龙也参加了元宵晚会的联牌 但他的节目信息并未出来 《龙年春晚上》 汪素龙带来国风定制曲《为了美好》 这首歌他不仅作曲 而且还是制作人 节目很短 但确实让人印象深刻 周深在春晚上演唱的《健康道道令》 和他以往的演唱风格完全不一样 打住八段井然后唱歌 周深你是真不错 这次元宵晚会 周深不仅在登上央视的舞台 这个他依然是独唱 不愧是周深 而且他还会出现在湖南卫视元宵喜乐会上 元宵十五 他挺忙的 再就一难堂在央视春晚演唱 像你这样的朋友 他们终于圆梦了 上过春晚 他们2024年会在各大综艺上吹一阵子 王正亮和张远参加了央视元宵晚会的彩排 从路透来看 王正亮会有个人独唱 张远则会出现在合唱节目中 东方卫视官宣的元宵晚会嘉宾来看 陈楚深和王立新将会出现 陈楚深会有独唱 而王立新出席了 他一个人就有三个节目 真不错 苏醒和陆虎 两人可能会出现在湖南卫视元宵喜乐会的舞台上 春晚舞台之后 不知道他们下一次舞台上重聚会是什么时候 央视元宵晚会的舞台上 还有不少惊喜 元宵晚会的要求没有春晚那么高 甚至还会表演一样从春晚刷下来的节目 这台晚会还是可以期待下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